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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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海韻 大家好 我叫小莲花 那我們今天呢 將帶領大家一起來 做運動 接下來是第二系列的運動 主要是針對所謂九站族群 希望能有效幫助這些族群 能訓練他們背部 以及核心方面的肌力訓練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側腹 點膝的一個動作的分解 以及講解 那這主要是訓練我們的側腹肌的肌群 OK 那等一下我一樣會請我們的小孩 做一個示範 OK 那我們一樣 腳正的位置呢 就是羽肩頭髮 腳肩朝前 OK 身體保持重力喔 好 我們統一從右邊先開始 那我們左手 你可以摸在你的右側的腹部 等一下在做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腹部的肌肉 是不是有在做一個縮縮的狀態 OK 一樣先吸氣 往下點吸的時候做一個渡氣 好 來我們等一下示範個試吃 OK 來 1 吸氣 對 回來吸氣 來 2 3 呼吸很重要喔 OK 來 4 好 那我們再換我們的左側 OK 那左側的時候就是我們右手去摸我們的 左側的腹部的肌肉 好 一樣做個試吃喔 來 1 2 記得在做的時候我們中心都是保持重力喔 3 4 做一個 好 那以上呢就是針對我們的腹部的肌肉 做一個訓練的狀況 好 那一般呢 我們在做這個訓練的時候 我們左右邊都會各時下為一組 好 那以上呢就是針對我們這個側腹點吸的訓練 做一個講解的一分解 側腹摸吸 左右各時下 先從右邊開始 開始 1 2 2 3 4 5 6 7 8 9 10 好 換左邊 直下 開始 1 1 2 3 3 4 5 6 7 8 9 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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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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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9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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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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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 9 6 7 9 10 9 9 1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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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2 3 4 好 動作結束 一樣的我們請小蓮花來做一個動作示範 來 先動作就定位 好 開始一樣 腳與肩寬 手與肩不高 或高一點都沒有關係 因為待會我們是要把這個所謂的手臂回到我們一個驅趕自來擺放的位置 在這個動作的時候你可以遇到一個背部的一個收縮 可以改善所謂一個頭背 或是放鬆一個胸部前側 那一樣的 等下動作的時候我們拉回來是吐氣 放回去的時候是一個吸氣 好 那我們馬上就來吧 動作開始 吐氣 1 好 2 3 4 好 停住 他可以發現我們手肘自然擺放的位置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加強的話可以再稍微往後面夾 讓你的背脊夾得更收縮再稍微往後 這個動作是可以更加強背部的一個訓練 改善你一個胸肌這邊的一個緊縮 可以發現這就是可以改善你駝背的一個症狀 好 放鬆 好 那以上是針對這個動作的講解 第三個動作 荔枝划船動作 動作開始 1 2 3 3 4 好 動作結束